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和网上那个她呀 已经恋爱一年了 在网上她叫我小龙女 我叫她杨过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儿约会 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 你想去桃花岛吗 时间差不多了 她该来了 朋友们 我今天太开心了 肯定是她 小姐 你 我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 你吓我一大跳 是吗 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是吗 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 心情好了 人自然就好看了 你好像比那水长高点了 高点 那肯定的 自从跟你离婚以后 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 干啥啥都行了 没准过两年都赶着腰明了 狗 骂谁呢 不是 我没骂你 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这个啊 这狗长得太丑了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他明天再给你买一个啊 你把这送我吧 不 这狗长得太像你了 不是 我就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 不是 我说错了 我的意思是 他长得像人 你长得像狗 能换个话题吗 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对不起啊 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啊 约会 不是跟你啊 我知道不是跟我 男的吧 瞧不起谁呀 女的 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 肯定长得挺漂亮的 说实话 长得确实不如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 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 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 不太容易 这都是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 她的年龄太大了 多大了 今年都十八了 这女的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你说什么 我说这 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对啊 第一次啊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 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 那一间面气氛多尴尬呀 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准备了 在哪呢 在你那呢 不是你给她准备的礼物 你给我干嘛呀 不是我给你的呀 是你抢去的 不是 我手怎么那么轻 好 打谁呢 打谁呢 哎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 那我告诉你 我也是来约会的 好事儿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不想 吃醋 没吃醋 生气了 没生气 你肯定生气了 肯定没生气 你就别装了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 没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说吧 跟谁 过来 下来 他怎么还没个德性啊 顾儿 你来了吗 龙儿 我遇见我前妻了 哎呀 顾儿 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龙儿 有麻烦吗 麻烦倒是没有 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我也是 我最想见的的是你 顾儿 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好的 我坐在外边红色巴蚁上等你 好的 不见不散 红色巴蚁 红 红色巴蚁 谁让你坐这儿的 你赶紧起来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不是 你要坐这儿 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 你快起来 快起来 有没有先来后到 我命令你起来 咱俩已经离婚了 凭什么还挺你的 你起不起 不起 你起不起 不起 不起不起 怎么了 胃又疼了 哎呦 疼死我了 带药没有 没带 赶紧坐一歇会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我这接规眼分什么你对我的 快点 坐一歇会 我能坐吗 坐坐 慢点 哎呦 疼死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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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离婚离队了 你起不起来 不起不起不起来 哎呦 我的妈脑子疼 哎呦 我的妈脑子疼 疼死我了 哎呀 刚玩剩下的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你的了 周我也不起 小女生 干嘛呢 干嘛呢 公公场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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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我算扶你了 大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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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抢什么了 咱不说现在 就说离婚之前 哪天晚上我看电视 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我不爱看动画片 你那意思我智商低吧 你让朋友们说说 你这么大个大老爷们 天天报上电视看天线宝宝 你智商能搞哪儿去啊 那个 哪个哪个 那个咱不说这个 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 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 你让我坐那硬凳的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 特别精神 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 你就睡觉 一睡觉 你没人陪我说话了 你没人陪我说话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 你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原来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 就为了这个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呀 别哭 别哭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 我呀 后悔晚了 别哭 别在这儿哭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该有多好啊 我都不计较 别哭别人听 你哭 听话都不计较 作业的感觉真好啊 骗子 同志们 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 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 明天相信这世界上有鬼 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 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 未貌美如花的女鬼 谁女鬼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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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住了啊 你别砸了脚 你让同志们看看 就女也算男人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 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 是 谢谢 请众俩给你们亮点 顾儿 我前夫一直缠着我 真晕 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 崩溃 顾儿 你告诉他 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 他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 他太可怜了 你也告诉他 你也告诉他 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 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 太悲哀了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顾儿 你别着急啊 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 去劝劝他 好的 好的 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 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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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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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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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面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女人一定要温柔 对不起啊对不起 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 有点高 没吓到你吗 没有没有 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 请坐吧 我不坐 你坐吧 我不坐 你坐吧 我真 你坐 你跟谁 跟谁说话呢你 不是 女同志穿高跟鞋 站得累脊脚疼 坐吧 好的 那你呢 我蹲着 那个 我还站着吧 好 好 哎 你说 咱们俩 虽然已经离婚了 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当然 当然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吧 是好朋友 哎 承认是好朋友就行 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嗯 哦 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嗯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 一定把以前的一些臭毛病 好好地改一改 你这个意见嘛 我接受 不过人呢 都是原谅自己容易 原谅别人难 你以前的德行 就是一张画 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 你也得改改 我可是个好心啊 我也是好心啊 那你说我说 你先别说 来来来来 你听我说说 你让在座女同志们 你评评理啊 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 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 一件正事都不干 谁喜欢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我逼你什么了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 从来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 这下电话打的 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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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了三块电池 你都能够打煤电了 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 你就报警 让警察来抓我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我这姑娘都出什么事啊 我都是想出事 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就是想出事 这是比喻同志 比喻也是想出事 你还让没人活了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还好 算我聪明 没有听你的 我要听你的 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你错了 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 你才有今天的成就 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站着什么吗 什么 站着一群男人 不是 他站着一群男人吧 哎呦我的妈 属骆骆的喷人的 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 咱俩没有共同语言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对 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等会儿 怎么了 你说你找谁去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怎么样名字好听吧 街头二号特别浪漫 告诉你没关系 你想去桃花岛吗 浪漫不 你想去桃花岛吗 多浪漫呢 等会儿 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 那么好吗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没准你 你见了她 你发现了跟我一样呢 怎么可能呢 像你这模样 我绝对不要的 怎么了 没事 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 不知道为什么 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 咱们的约会取消吧 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 小龙女你在吗 我在吗 你真的还能不能在乎你的前妻吗 是啊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 你生气的吧 咱们吗 没有 我倒觉得 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谢谢 对了 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 好吗 好的 我把新的街头暗号 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对了 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杨大侠 没问题 放哪里呢 对 放在这 你还没走啊 我可要走了 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不用了 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见过面了 那就好 放这儿的啊 不是给你的啊 再 不对 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 杨大侠 再见 再见 将爱情 进行 到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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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啊 朋友们啊 这个真是人风喜事精神爽 就是个头不见长 这个真是人风喜事乐不够 光长骨头不长肉 老同学你好 老同学什么事这么高兴 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 黑黑的眼镜 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你打扮得也蛮漂亮嘛 西服挺黑 领带挺贵 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脑脑脑脑脑脑 他喜欢的是白色 听这意思 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 你也知道了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 约我在这和他见面 阿芳约你在这见面 我明白了 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 约你来续续当年的友情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 随着我诸步成熟之后 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有别自作多情了 阿芳怎么能跟你好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 知道吗 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什么 阿芳拉过你这爪 什么爪是手 你这也配是手 每逢星期一 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还是爪吧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到底看什么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 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对你好 他曾经拥抱过我 你说什么 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当然了 那次上体育课练双盖 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 砰 我就上去了 可是两眼一黑 啪 我又掉下来了 好 当然好了 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是不是他把你给抱住了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 阿芳 谢谢 阿芳说什么了吗 阿芳当时抱着我 也温柔地对我说 玩去 他把我扔出去 太好 太好 是阿芳 喂 喂啥 喂啥 臭美啥 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我的妈 说呀 我可说什么好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 靠边 喂 是阿 阿姨啊 阿姨 你妈 你妈 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 偏这时候 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 长得非常漂亮 好啊 好什么好 一个女同志 长个猪妖的脸 哪有看呢 告诉她 我除了阿芳 谁也不看 听这意思 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好咱俩一言为定 公平竞争 那就看阿芳的了 如果 她要是跟谁好 肯定就先拥抱谁 说的没错 她要先拥抱谁 就证明她喜欢谁 来啦 老同学 阿芳 你那好吗 好 老同学 老同学 来呀 看见了 她先拥抱的是 拼 瞧你们俩 怎么才一见面 又打打闹闹闹的了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对打散 你不是好同学 说的太好了 阿芳 这么多年没有见 你可真是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像 潘金莲 瞎说 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那像谁啊 阿芳越来越像 海狗油 别闹了 你们知道吗 这些年 我真的 好想 好想你们哦 我们也好想 好想你哦 那我们坐下说 好好 请上座 哎 慢着 你们俩还记得 咱们那会儿在班上 是怎么坐的吗 啊 我知道 那回我们学校翻修 我们三个人 只坐在一张桌 对对 阿芳坐中间 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嘿嘿嘿嘿 坐好 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那看哪儿 看黑板哦 哎 这边 瞧你们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 哎 你们还记得吗 有一年的秋天 天空笑着朦朦的细雨 我突然发了高烧 还是你们俩 背我去的医院 对 当时是我先背的 我先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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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那风雨交加的 泥泥路上 路好滑好滑 你们两个 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我知道 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我当时摔了六个 不不不不 我摔了六个 我摔了四个 哎 你别吵了 反正你们俩 是鼻青脸狗的 把我送到了医院 后来 后来我的高烧 终于退了 后来我的高烧 终于上来了 我操 我操了三十九度二 我操干了九十二度三 当时操的我只说胡话 愣光我妈叫二嫂 我也说胡话了 愣跟我爸叫二哥 瞎说 一点没瞎说 因为被你上医院 我的手都摔伤了 真的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谢谢你 我搞错了 是这只手 你别光感谢他 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呀 谢你什么 你也没摔手嘛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 倒是我摔的是脸 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的脸吧 好 我谢谢你 阿芳 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阿芳 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那你们说呀 好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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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大小个 阿芳 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 可是我再想你 也不如他想你 是 阿芳他说的对 我是真的很想你 可是我再想你 也不如他想你 不还是他想你 不还是他想你 你看他想你想的 人都瘦成烤鱼片的 不 你看他想你想的 这个儿都抽抽成鞍唇袋了 阿芳 你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阿芳 你听明白了吗 不明白 阿芳 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 一针见血的 我跟你来个一步到位 说呀 你说吧 老徒局 让跟你说 说 好 那我就先说了 对不起啊 接着电话 喂 老徒局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老公啊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 他已经有老公了 别慌别慌 也许他们老板姓公 所以 阿芳 他老公呢 没事我挺好的 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 在一块呢 你看没事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还有宝贝呢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 这宝贝 你千万要记得 要按时喂奶哦 狗还吃奶吗 对 狗也讲究母乳喂呀 呸 我再笨我也明白 这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那就这样了啊 拜拜 哎 老同学 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 要跟我说吗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哎 哎 对 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对就想听你说了 听我说啊 嗯 好那我说了啊 我 我这次回来 我带了十台的电脑 想代表同桌的你我她 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咱们的母校 好我们去我们去 我们去我们去 说送就送 等等 我还没说完呢 同学之间的情谊 是永恒的 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 我都不会忘了你们 你们对我的情 我领了 你们对我的心 我懂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 小妹妹 阿方 你别这样 阿方阿方 你不要这样 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对 她的歌声特别的好听 就跟狼叫一样 快唱 快唱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 我明白你的心 我要把今天的快乐 震堂在我们心里 如果想把你的想法盘起 我想为你穿上嘉义 没想到你的老公 将带着我轮口里 啦啦啦啦啦我啦对不起 啦啦啦没关系 那同学重情祝福 祝福你万事如一 啦啦啦啦 为什么 是什么呢 每周都只飞了半个人的 打败你的不是天地 是无许 攻击总 战斗击总 耶 你必须 必须 莫子的好 哎呀 别退货呀 亲呐 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 哎呀 喂 喂 那都是一场误会 你放心 亲 喂 喂 喂 那个我保证 亲 喂 喂 喂 一个差评 耽误多少事啊 今天非把它消了不可 202就是这家 是你 是你 小豆包 大漂亮 怕什么来什么 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道什么歉呢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 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 拉肚子的事 五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呀 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 你擦它不就行了吗 我开的是敞盆车 更要命的是党风玻璃上全是 雨刷器这么一刮 呃 抹的那叫一个均匀 出胡同口 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什么 我这三蹦子是你撞的 这三蹦子是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我找的元凶整整找了五年了 没想到原来是你 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我讨厌 咱俩一个院住了三十年 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 中午练霹雳舞 晚上敲架子鼓 生命不息 你是扰民不止啊 我都纳了闷了 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 你有个正经工作 哎哎哎哎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 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哎呀 你那个培训班办的 六年就一个学员 哪人还是你媳妇 哎哎哎 我还唱歌呢 哎呀 你那个歌唱的 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哎那我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 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是找你的 我走错门了 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 削差评的 什么差评啊 网购 网购是那差评 打电话他不接 发短信他不回 非得比我亲自上门来求他 哼再见 不再也不见 刘布 不了 我就是王铁塔 那那个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怎么了 大夫说我缺帖 嘿嘿嘿 那个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看在咱们三十年老街坊的份上 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我要是不消呢 嗯 你要是不消的话 干嘛 用泡轰我呀 我哪敢轰你呀 你不轰我就不错了 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 哎呀 你看 塔哥放一巴 铁大亲我马 咱们念的 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这是景旗 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我给你挂着啊 你别给我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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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挂你挂 得得我这就算挂了 哎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不起大漂亮 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 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好比我挑进游泳池里 那是灭顶之灾呀 就你扎西脸盆里也够呛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小事我明明定的是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换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行行行行行 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 绕得我脑子都疼 大漂亮 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 我我给你们家干活 我干活我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 我是阿拉丁啊 你们个别开网店的 太不靠谱了 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 夏水她就掉色了 我刚游了半圈 就听岸上有人嘀咕 嘿瞧那大姐还游呢 累的胆汁都吐出来了 质量太差 应该给她差评 我善良我忍了 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 声控的 该睡觉了我就说 那灯 那灯那灯那灯还亮的 亮一夜吗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 她灭了 你喊的啥呀 老公拔茶销 太坑人了 给她差评 我善良我又忍了 可前两天 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 你说茫茫人海 这么多柔柔的女子 干嘛咳着我一个人坑呢 不能再忍了 不忍我怎么办 给她差评 对我就给了她差评 痛快 然后呢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大漂亮 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 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 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 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谁老年 老年轻老年轻 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我还是老年吧 我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理来走 谢谢谢谢 那个什么 那个大漂亮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 澄清一下 麻烦了 麻烦了 来来 听我口来 准备 开始念 我是买家王铁塔 近日错把差评的 分不清楚紫和黄 只因我是大色盲 讲究 讲究人 消差评是按红的还是按绿的 按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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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按红的 只因我是大色盲 你是故意的对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诚心的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摩托大赛呢 喜马拉雅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 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比赛就在楼下 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 敬酒不吃吃罚酒 当心我要你好看 那你多余了 我已经好看的 不要不要的了 好 既然你这个态度 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 什么时候消 什么时候我走 耍无赖是不是 成 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 我同诉你 能咋的 关你网店 哎呀大漂亮啊 大漂亮啊 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啊 你别管 你要关我就那个 你套秀掉了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你太乐观了吧 还惦记差评呢 我这都 我这都 一直堵秀了 我也不投诉你了 太好了 我报警 别报警 别别报警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蔡队长 真是 真是 哎呀 小高主任别着急 别着急怎么了 我能不着急吗 您这衣服您热了 我这 我你你赶快说什么事吧 哦那个咱们小区摩托队 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可是我明明定的是L号的 结果送来的全都是 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麻袋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冷静 冷静 你先回去 稳住大麻袋 啊 稳住大妈们 我来想办法 哦 好 那我先走了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冷静 冷静 冷静一点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两个老伴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儿子 老伴稍等一下啊 儿子 赶紧去咱们家库房 挑拔套L号的礼服 交给你妈 老伴拿到礼服之后 火速送到喜马拉雅 什么爬不上去啊 送到喜马拉雅小区 儿子这事十万火鸡 老伴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 快 之前我的命令 搞定 嗨嗨嗨嗨 电话痛了吗 你吹呢吧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 来来来 你赶紧坐下坐下 干嘛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你会吗你 我会吗 呦 还随身带着针线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 啥活都得会干 小心别扎着 我不怕扎 我怕你扎着我 就你这个人吧 你你 哎哎 就你这个人呢 你哎哎哎 你这是放风筝呢 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 哎呀这样不省事吗 就你这智商 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嗯不止打包 我还打字呢 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就你打字特慢吧 嗯 想打个新年好 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打字慢是最要的 关键总打错别字 闹出老多笑话了 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 我想说 呃 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 结果打成了 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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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逗手啊 我跟你讲逗的啊 有一回一个老头 为了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 嗯 他网眼里没有钱了 我想说 您能获到付款吗 结果打成了 您能活的付款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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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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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这个也不到行 我才跟你讲个绝对逗的 还有一回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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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还没说呢 你笑什么的啊 随时问我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反应有失差呀 这反应 哎呀 笑死我 不管怎么说 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 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以前是成天混日子 越混越没劲 现在呢 虽然真的很累 但累得非常充实 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 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 都给我打好评 那小新一不留神 就赢来了开店以来 第一个差评 要谁这么讨厌呢 要我这么讨厌呢 哎呀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 首先是我们的错误 我再次给你道歉 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火到付款 哎呀 火星的时差呀 太内长 太吓人 哎呀 躲过一劫呀 怎么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太神奇了 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 有一个阿姨呀 送来了八套特别漂亮的礼服 这一穿上 大麻袋又变回大模特了 蔡队长 您太厉害了 不不不不 不是我厉害 是她厉害 呦 居然有一人呢 小豆包 嗯 这个差评我给你削了 不光是为衣服 更重要的是 为你这个人削差评 而且以后我给你网店免费大模特 太好了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蔡队长 快走 不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快到他去 快到他去 不是 我到时候我可以照顾 就等人了 真是真是 我这人的舞啊 走了 哎 不对 我老邻居在里边呢 哦 对对对 我 人呐 什么时候走的呀 哎呀 差平息啊 我呢 鼻子肿了 等我一会 哎呀 等我一会 哎呀 等我一会 哎呀 等我一会 为什么呢 没错就直飞了 反正人呐 打败你的不是天使 是无需 攻击一种战斗你偶远 你一逼一种 一招不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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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国欢庆过大年 家家户户庆团圆 今年过节不收礼 鼓掌的2015挣大钱 哎呀 财迷真多呀 哎呀 这天好冷啊 我的家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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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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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高粮 在那青山雨水 姐 快冻死了 大妹子 跑我们东北 避暑来了 呦 这还蹲着一位 谁蹲着了 我站着呢 我说 你们这儿 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坏了坏了坏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 我十二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 这可怎么办 着急吗 嗯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 反正我闲得也没啥事 好啊 你车呢 这儿呢 啊 这是车呀 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 你 黑车吧 我不是黑车 黑车要钱 我不要钱 你还想要点别的 不你这人吧 你 别解释了 别说是黑车 挖掘机我也得坐呀 哎 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今天我就路过八次幸福大街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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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看摄像头 警察同志 他就长这样 别做鬼脸 我没做鬼脸 长得太惊悚了 警察同志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您就找他 不行 我还得照照照片 我留个证据 哎 人呢 还是我蹲下吧 拿行李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 可别往网上发 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想多了小朋友 我想多了 你想多了吧 我长得像坏人吗 来 捆上 干什么这是 系上安全带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 我这车是九手的 别说安全带 就是四个轱子都是后配的 哦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 我说 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我 我不用 怕勒脸吧 你呢 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大妹子 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 坐稳了 坐稳了 车灯没亮 等一会儿 啊 亮了 什么空灯啊 不管咋说 亮了就行呗 哎呀 我去 算了 我开始飙车了啊 正月里来诗心 年儿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行 咋的呢 我这咔咔了一兄 你是光光壮脸哪 哦 请问 您有本吗 还有本吗 没本 谁敢开车呀 你看 第一天拿假照 哎 哎 还有二十分钟就第二天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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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行不行啊 什么行不行 赶紧推一把 什么 推一把 我让你推车 你推我干嘛 你想得美 我下去 行李还在上面呢 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 我要再拉你 我就是狗 是狗也是鸡娃娃 哎 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呢 没出租了啊 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 有没有 交警队走吗 走 上车就走 你好 你好 你涉嫌非法营运 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不是 那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黑车 你别说话 这位女士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我 你猜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他是我老伴 你老伴 什么老伴 老伴 不二伴 哎呀 他要是你老伴 他叫啥名 姚明 哦 就就就就他 他不得问他 坐 哎 哎 但是 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风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真的真的 你看 我们还有照片呢 你看 谁没事 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 你看 就是啊 还是真是啊 大姐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跟他 你图啥呀 你猜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哪 太误致 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 那是因为 因为 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因为那份 坚不可摧 至死不渝 犯不顾身的 同情 好人哪姐 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哪 哎 那不对啊 那刚才 他说什么 拉谁我也不拉你 上车就走了 这怎么个剧情呢 呃 我们俩吵架了 他一生气 他就不拉我了呗 因为你啥吵架呀 呃 他嫌我长得难看 他也不像他 大爷 你疯了吧 你上哪找这么好看 你大姐去 哎呀我去 这就什么辈啊 忘年恋 不容易 老夫少妻 躲开 多开闭 啊 哎 哎 哎呀 珍惜吧 大姐 对付吧 再见 哎呀 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再不躲开 我让你报废 那个 那个什么大妹子 就是刚才这事吧 说实话 谢谢你啊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 我才不帮你撒了个谎呢 恶心 他妈夸恶心 好恶心 着了 车灯又灭了 等一会儿我下去 不用了 啊 行啊大妹子 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啊 赶紧开车 哎好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够快的了 我已经飙到二十卖了 我遛狗都三十卖 你放心大妹子 我保证让你十二点之前 见到你女儿 怎么又躺下了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我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在坐卧铺呢 鸡娃娃 我不兴鸡 娃娃 开点暖风 对不起 暖风坏了 如果你冷的话 我可以把妙儿脱回来给你 不用不用 我不穿童装 大妹子 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 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 而且 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就一个呀 停车 这不是我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 怎么又转回来了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哎哎哎哎哎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我给 我女儿 我女儿 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 这我才大老远地赶过来 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 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 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 出来加班坑人呐 我坑你什么了 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车吗 我直接跟你叫高价不就完了吗 嘿 你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不是我 我告诉你 有一辆车我绝不坐 嘿 哎出租车 出租车 等会儿 出租车 等会儿 停车 停 哎大姐 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挑截好了吗 这大货年呢 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 他是黑车司机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对 说的对呀 大姐 坐此下 不能半途而废呀 我的 你没事吧 快走吧 哎 哎哎 不行 走 走 哎 不是 不是 大姐 有什么事啊 咱们回家再说啊 警察同志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 太开心了 大妹子 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那有啥呀 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你儿子抓起来了 我儿在非洲 潜逃了 我儿在非洲工作 年年说回来 年年也没回 整整五年了 哦 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那叫空潮老人 我懂了 你出来开黑车 是为了攒钱买机票 去看儿子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不是黑车 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 我今天特意出来 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 我练过车 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 都回家过年纪了 我为什么不回家 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 我寻思啊 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 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 我开车去机场接他 去机场 去机场 你来火车站干嘛 这么迷路了吗 能怪我吗 你这智商也是九首的吧 大妹子 你有没有手机导航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保证十二点之前 把你送到地儿 如果送不到 我就是鸡娃娃 过年了 急师傅 反正我也来不及了 我陪你过个年吧 什么 你陪我过个年 哎呀我的妈 这心里多少有点小happy呢 大妹子 还有酒 哎呀 太好了 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 新年快乐 大妹子 新年快乐 大鸽子 好吗 我又改鸟了 为了 在外打拼 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为了眼巴巴 怕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干 你快乐 来 你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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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量 好酒 爽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没喝呀 我不会喝酒呀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我就是客气客气 不 你这一客气 我一瓶下去了 你电话 谁电话 你电话 我儿子来的电话 儿子 春节快乐 什么意外惊喜呀 什么 你回来了 好 等着老爸这就回家 我彻底回不去了 你干嘛非逼我喝酒 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 不是 就你那车技 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那也不行啊 没关系 我来开 咱们接上两个孩子 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太好了 大妹子 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是 那你呢 也是 太嗨屁了 太惊悚了 等会儿 大妹子快跑 你小酒汁还又来了 快快快快 等会儿我 快快快 我是来送饺子的 大爷 大姐 祝你们晚年幸福 打扮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形 攻击一种战斗的偶遍 你必须一条故事了 好 将爱情进行到底 真厉害 我多想把你的抢发盘旗 我多想为你传承嘉宜 没想到你的老骨 将在掉我们头里 为了在外打拼 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为了眼巴巴 怕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干 不是 这么久 但 干 动 好像 闪 此 泊